在我們這個疫苗 新冠肺炎這個疫苗的第三劑 院長跟部長也都選擇了高端 那但是在去年的12月24號時候 指揮中心特別就公告了 這樣全廠牌全數量的全面來做施打 所以也包括莫德納跟這個BMT AZ 當然也包括高端 莫德納跟BMT的話 是今年的一月 通過這EUA的緊急授權 那AZ的話大概在3月份的話 通過授權 但是高端到現在都還沒有 而且被食藥署通知趕快再補見 都沒有通過的情況之下 現在包括院長 部長 都打了這個高端的話 這防護力跟保護力 沒有被證實的情況之下 這樣子是等於升級到國安的層級了 那有沒有可能就是說 你們幾位要不要來施打 加一劑這個國際認證的這個疫苗 增加這個抗這個病毒的這個保護力呢 跟委員報告 這個高端的EUA有 那我們的HIP有核准 然後第二個它是保護力比較弱 為一個最近的數字給委員參考 如果第三劑打任何的疫苗 如果是BMT突破性的感染是 10萬分之7.5 但是它並沒有被緊急授權啦 國際並沒有認證 我們先幾個面向來看嘛 這是國內我們基本的一個數據嘛 那莫德納是6.5 高端是2.6 我們不能說這直接比較 今天數據本席都有看到 但是我們擔心沒有被緊急授權 那為什麼不能被緊急授權 石藥署是部長你管的啊 那石藥署都是專家 那專家為什麼沒讓他通過 是效率上不去 還是他的防疫抗 抗病毒人打不到呢 石藥署已經緊急授權了 那委員在提的應該是 高端緊急授權了嗎 通過了嗎 高端 當然他有緊急授權 要台灣怎麼使用 那去年已經鬧得沸沸揚揚 不是 我們要經過專家的審慎的評估 他適合符合這個標準 所以院長 他只符合EUA在法律規定就可以使用 第三季的EUA有沒有通過 第三季 那是由專家 由ACIP的委員來做相關的認證 我想先請問院長 院長 你部長不想有沒有跟你報告說 這個高端第三季的EUA 沒有被緊急授權 你已經打了耶 沒有被緊急授權你還打進去 我們現在你看到的授權 我們擔心的就是說 還有56萬 有56萬的民眾 打了第三季的高端 他民眾的權益 你如何去保障呢 結果跟委員報告 第三季的突破性的感染 它是10萬分之2.6 這個數字並不差 所以院長 不是說你要負責的問題 我們食藥署就緊急授權這個EUA 我們尊重專家走的這個程序 所以剛剛本席所提出來的質疑說 那為什麼不能通過呢 這第三季為什麼不能通過 它的效力它的防護力不夠嗎 這個是我們非常質疑的 所以您也不要一直講高端 這安全性的問題 安全性其實它也蠻好的 它不良反應的事件 可是它沒有被緊急授權嘛 程序要走完好不好